欢迎收看威乐360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 礼拜六这一天呢还是持续稳定的好天气 只不过呢早晚温萨上面还是比较明显一点 入夜之后受到浮色冷却的影响 请大家一定要开始注意保暖 那礼拜天这天的天气状况呢 请大家一定要开始特别留意了 因为这时候呢东北季风开始增强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雨势有开始增多 那降雨的情况呢请大家外出的话就要记得带上雨具了 那气温上也会开始下降不少 请大家要留意这样的天气转变 那我先来看一下卫星渔图的部分 可以看见目前台湾上空呢都还算是稳定的好天气 所以礼拜六这一天的天气状况呢 请大家要好好的把握了 再来看到的是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第20号台风鹦鹉已经形成了 预计呢它移动方向是朝东部海面上前进 并不会造成台湾之间的影响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那来看到云图的部分呢 来了解下未来这三天的天气状况 可以看见呢目前台湾上空都还算是不错的天气 不过呢到了礼拜天开始 受到东北季风增强 这时候呢在北部还有东北角地区的雨势有开始增多起来 外出的话就要记得带上雨具 那再来看到的是在中南部地区 这时候的天气呢都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在空气品质上面呢就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因为这时候的空气呢空气污染物呢比较不容易扩散开来 外出骑车的朋友们就要记得戴上口罩 那来看到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可以看见 礼拜六这一天呢在东北角还有端半部地区 淫风面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震雨 到礼拜六礼拜天开始呢受到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山区还有东北角地区都会有开始一些降雨的情况 所以外出的话呢就要记得戴上雨具了 那最后我们来关心的是在明天的高温情况 北部地区高温来到了29到32度 而中南部地区也来到了30度左右 不过这样中午的好天气呢请大家不要太大意了 因为入夜之后的天气呢也下降了不少 北部地区下降到了21到24 而中南部地区也是来到了24度左右 所以早晚的问差呢请大家要特别留意 多待见衣物在身上啰 以上就是今天的威勒360 谢谢你的收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